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我想来聊一聊普通人 怎样通过一步一步打造我们的被动收入 来最终实现财务自由 而且只要你改变思维 这个事情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 而就像玩游戏里面的打怪升级一样好玩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财务自由和被动收入这两个词 通常的说法是当你的被动收入至少达到 或者超过你的日常消费支出了以后 那你就不用再工作实现财务自由了 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目标有点遥不可及 所以直接就放弃了想要实现财务自由的想法 选择做躺平一组 但我也想告诉你 要打造被动收入实现财务自由 虽然不容易 但绝对不是遥不可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财务自由也并不是从无到有 或者是从零到一的一个飞跃 而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才能开始获得被动收入呢 通常来说 获得被动收入的方法有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你创建一个产品或者线上内容 比如你花一两年时间写一本书 然后发表了以后 你就不用再做什么了 这本书如果卖得好的话 接下来你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稿费 除了写书呢 你也可以创造其他形式的内容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一个产品来赚钱 不过这样的内容呢 通常最好是电子版或者是在线的 比如你喜欢画漫画 那你就可以把自己的漫画作品发表在一些平台上连载 如果受读者欢迎的话 那些平台会有一些变现方式 或者你对健身有特长的话 可以做一个相关的线上课程 发布到网上销售等等 我还可以举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总之关键就在于这样的产品 只需要创造一次就能卖很多份 而你就可以享受不断的被动收入 而无需再付出劳动和时间 创建产品和内容可能是一种不错的被动收入方式 但不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并不是完全可控和可靠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你的产品 卖的好不好 首先你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做出来的产品可能很棒 但并不一定就受欢迎 被市场所接受 也就赚不到钱 还有就是哪怕你的产品一开始卖的不错 但这样的东西往往会有一个时间递减效应 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 你的书或者网上课程的销售会逐渐下降 并不能永远给你一个长期稳定的现金流 说到在互联网上创造内容 顺便提一下 很多人会觉得现在做自媒体是一种不错的专钱方式 比如做小红书、抖音、YouTube这样的平台 最近几年自媒体的确非常火 好像人人都在做自媒体 包括我自己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尝试做这个YouTube频道 但是首先 在这样的平台上要取得很大的成功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必须要同时具备实力和运气这两样东西 能真正赚到钱的通常只有那些头部的up主 其次即使能赚到钱 做自媒体也并不是被动收入 你需要不断的生产内容 否则很快就会走下坡路 慢慢的变得没有流量 所以自媒体说到底还是一份主动收入的工作而已 那第二类获得被动收入的方式就是通过投资了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 你通过用自己的本金去投入某些资产 来获得一个被动收入 最常见的我们普通人能接触到的 而且是靠谱的投资基本上就是两大类 股票和房产了 你买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就成为了他们的股东 企业盈利以后会把利润的一部分 作为分红发给你 或者通过买住宅或者商业地产 成为房东来获得租金收入 股票和房产这两种资产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长期来说他们本身会增值 同时也会产生被动的现金流收入 比方说你持有澳洲最大的 Commonwealth银行的股票 只要这家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银行 在未来不倒闭 而且持续盈利的话 那你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就能够一直得到他们的股票分红 同样的道理 只要你在合适的地方 拥有一套好的住宅 或者商业地产的产权 你作为房东就能永远获得租金收入 而基本上除了前期的资本投入以外 你平时什么也不用做 钱会自动流入你的银行账户 而且最棒的是 股票和房产的收益 还会随着通胀而增值 所以这种现金流收入 是真正的长期稳定的被动收入 解释了获得被动收入的方式以后 那可能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需要投资多少才能获得多少的被动收入呢 长期来说 我刚才说的澳洲的股票分红和房产基金 比较合理的预期年收入回报 大概在3%到5之间 为了简化接下来的计算 我取个中间值4% 事实上4%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红比例 比如这张图是我的股票portfolio的一个投资业绩的报告 可以看到我最近5年的dividends这一栏 也就是分红回报 是平均每年4.27% 顺便说一下 这个网站share site 是我自己用过的最好的股票基金portfolio管理和报告网站 如果你是个股票投资者 想跟踪自己的投资业绩表现 并且生成各种各样的报告的话 那我强烈推荐share site给你 我会把说明和注册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文本区里 所以为了简化起见 我下面用4%这个数字作为一个被动收入的回报比例 那么简单来说 如果你要获得每年5万的被动收入 来支付你的日常消费的话 你就需要5万除以4% 等于125万的净资产 在股票或者房产里 但如果你是一个消费比较高的人 每年日常消费就要10万的话 那你的资产就需要翻个倍 250万 反过来也是一样 如果你的消费比较少 那需要的投资也会比较少 以此类推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一下计算 刚才说到大部分人会觉得打造被动收入 达到财务自由遥不可及 的确要积累100多万甚至200多万的可投资的净资产 听起来的确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可以达到的目标 开启你的投资之旅 比如一开始我们设定一个很小的目标 每年只要产生500块的被动收入 假设你每个月的手机费是40块 那每年如果有500块的被动收入 就可以完全支付你的手机费 为了获得500块的被动收入 按照我们刚才的4%的公式 你大约需要投资12500块在澳洲股票里 而当你有了12500块这样一个股票portfolio以后 你每年的股票分红的被动收入 就可以完全cover你的全年的手机费了 完成了这个小目标以后 我们可以再继续设定下一个目标 比如你上班的交通费需要每个月200块 那你就需要一年2400块的被动收入 于是你继续投资 当你又投资了6万块钱以后 你每个月的交通费又可以用被动收入完全cover了 然后你可以再瞄准并攻克下一个目标 比如你平时要交的每个月的私人医保 你家的水电账单 每个月的买菜加吃饭的费用等等等等 就这样当你的所有的日常开销 全部都被你的被动收入cover了以后 你也就可以愉快的辞去你讨厌的工作 正式宣布实现财务自由了 你可以把整个过程想象成在打游戏 把一项一项你的生活费用想象成游戏里的怪物 而你在打怪升级 你每打败一个怪物自己就变得更强大 当你把最后一个大boss消灭 你就赢了 通过这样的攻克一个一个比较小的目标 而一步一个脚印的打造被动收入的方式 是不是就感觉容易了很多 可操作性也强了很多 感觉梦想也就显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了呢 而且你可能没想到 你每攻克一个目标 其实都在加速剩下的目标的完成 因为假设你原本每个月的生活开销是5000块的话 你就需要从工资收入里拿出5000块来支付这个费用 而假设当你有了每个月1000块的被动收入以后 你同样的5000块的日常生活开销 只需要从你的工资收入里再拿出4000块来支付就可以了 盈余的1000块又可以拿来投资 以此类推啊 当你又有了每个月3000块的被动收入以后 你的5000块的日常生活开销大部分已经被cover了 你又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投资 你投资的越多又能产生更多的被动收入 所以到了后来这个过程会越来越快 就好像滚雪球一样 会越滚越快越滚越大 是一个加速的正向循环的过程 最后啊我来总结一下 要打造被动收入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有信念 要相信这个是可能的 而且你的目标是永远不要去动投入的本金 而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你投入的资产 给你带来的现金流收入上 我以前在另一个视频里举过一个例子 你的投资就像你种下去的一棵苹果树 而被动收入就是这个树每年掉下来的苹果 你不会因为树长大了就把它砍掉吧 而是希望它越长越大 结的苹果越来越多 然后你需要明白 投资和打造被动收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就像种树一样 但是只要你坚持加上耐心 时间和复利会慢慢发挥它们的威力 最后不要被一个看似很可怕很遥不可及的目标而下倒 而不敢开始 我们应该focus在当下 设置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并一个一个的去攻克它们 哪怕目标再遥远最终一定可以到达 我一直坚信每个普通人 只要有正确的理念和方法 都能实现财务自由 所以我可以 你也可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赞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